好,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實驗室的安全守則 不過我們並不會仔細的跟各位說 第一個,清楚並遵守實驗室的安全守則 我的講義的後面呢,有寫一些你可以自己參考 然後呢,認識各種儀器 要知道怎麼打開,還要知道怎麼關掉 要知道發生問題危險的時候要怎麼處理 正確的操作方式該如何去操作它 然後同時呢,確實遵守老師的要求跟指導 我之前跟你說過了,你進實驗室之後 只能夠做我要你做的事情 我沒有說要你這樣做,你就通通不可以做 通通不可以做,我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乖乖聽話就對了,實驗室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OK 然後呢,我講過講義上有實驗室安全守則 你就自己欣賞參考一下就夠了 那有個影片 線上教學網站上有連結 你可以直接去點 看那個以前人家製播的影片 看看欣賞一下就OK了 就是所謂安全守則部分 我們簡單的帶過去了 重點是這個 實驗室的器材的操作 第一個最重要 叫做酒精燈 酒精燈第一個,酒精燈的量 裡面的量不可以太多也不可以太少 我們有人寫八分滿,有人寫三分之二不重要 反正就是要有點滿又不會太滿 也不可以太少 不可以太少 如果不夠,要用漏斗 上面有圖片用漏斗去加 不是直接倒進去 為什麼不可以太多也不可以太少呢 因為酒精會揮發 如果你太少的話 裡面會有很多的酒精蒸氣 它就會容易點燃爆炸 為什麼不能太多呢 因為太多容易會露出來 因為酒精會容易揮發的關係 所以酒精燈做的時候 它就只有直接靠在上面 沒有酸緊的 所以讓那個蒸氣的有機的地方旁邊 露出來 露出來 所以 不可以太多 多它就很容易會灑出來 所以不可以太多也不可以太少 然後呢,不足的時候用漏斗添加 然後呢 點酒精燈一定要用火柴 勉強也可以用打火機 說勉強是怕你的手太靠近 容易手會被燙到 打火機 但是重點是 絕對不可以做下面的圖的 左邊 右邊那個 絕對不可以拿酒精燈去點 酒精燈 我剛剛講過那個是鬆的 你這樣點它可能就會露出來 整個都倒出來 就全部著火了 所以絕對不可以拿酒精燈去點 酒精燈 要用火柴或打火機來點 這是重點 考試的重點 然後呢 如果要把它滅掉呢 就用燈罩蓋起 不要用嘴巴吹 嘴巴吹的時候 氣體會跑到別的地方去 有可能會引燃別的東西 所以直接蓋掉就好 不要去閃視你的內功 我的嘴巴抠氣很強 呼就把它吹掉了 不要 用燈罩蓋起 用燈罩蓋起 然後呢 如果酒精燈打翻外液的時候呢 用絲膜布蓋起 絲膜布蓋起來 從外面往裡面這樣把它蓋掉 OK 好來 從這件事發生之後 我每一年都重說一遍 因為太經典了 這個不是考試用 是你生活上要知道知識 要拿出來用 那年的學生 活山了 做實驗 我在前面跟人家講話 跟他們講事情 突然聽到後面 都蓋搖聲罵聲在那邊吵 我就跑過去看 走過去看 桌上酒精燈翻出來 桌上的熊熊的火在燒 旁邊圍著一些同學 對著某人一直罵 你豬啊 你笨啊 你白癡啊 把他打翻了 那燒起來了 我看他一眼說 你們覺得現在應該先做什麼事 你看我 我看你 我說滅火啊 然後就有一位大哥說 怎麼滅火 活山了 考試考這一題 已經考了很多遍 施我不蓋起來 然後你們當場問我 怎麼滅火 只會考試 不會生火 第一件事情 已經打翻了 已經在燒一盆熊熊的火在燒了 結果沒人要滅火 只會蓋你了人 翻了白癡 翻了翻了翻了豬 翻了翻了翻了 翻了翻了翻了 然後等到我要一遍 他問我怎麼唸 所以我說這個發聲 我每人都說一遍 拜託你啊 這不是考試用啊 考試問 酒精跟外液燃燒 依如何處理 打絲膜覆蓋型 然後等到真的燒出來之後 老師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走起來 走起來 不是考試用啊 生活上就要會用啊 不要只會罵人啊 吃火要先滅火啊 吃火要先滅火 不是先罵人啊 咬人咬人咬要半死啊 請注意 所以要請同學注意 酒精燈就是一些 酒精燈的使用的注意事項 考試非常愛考 所以請你注意 把剛才講的重點 通通背起來 這是有關於酒精燈的使用 可以齁 OK